大家好,今天在基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召开了记者会 泽连斯基这个记者会上表示 乌克兰在特别军事行动中战死的人数是3.1万人 这是乌克兰方面首次公布自己阵亡人数3.1万人 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在记者会说 我们计划在秋季发起反攻 去年在反攻开始前 该计划就已经提交 准备反攻的四个旅没有收到西方承诺的装备 这四个旅没有参与去年的反攻 也就是新准备的四个旅将参与今年的反攻 准备在秋季发起 泽连斯基表示 知道乌克兰军队计划的人越少胜利就会越快 有计划进行新的反攻 但很难披露细节 由于信息泄露将准备几个选项 今年将是一个转折点 结束战争的形式将取于今年 如果大家勤劫协力将俄罗斯联邦冻结的资产 无条件的转移给乌克兰 我认为普京会被大大虚弱 这是泽连斯基的讲话 另外乌克兰的战略工业部部长 亚历山大凯梅辛 他在随后的讲话中说 去年我们的国防工业产量超过了2022年 2024年能力仍然是2022年的好几倍 已经有了一半多的合同 去年大幅度增加了弹药的生产 开始开发新的生产线 但是前线的需求远大于美国生产能力 欧盟现在也很难提供 去年对俄罗斯联邦纵深目标打击 是使用乌克兰生产的武器进行的 乌克兰开始生产混合防空系统 此外乌克兰机合作伙伴已开始在组装步兵战车和105口径的榴弹炮 另外乌克兰的布达诺夫军情局局长布达诺夫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首次承认 俄罗斯的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 他并不是被俄罗斯方面杀死的 是血栓死于血栓 布达诺夫他承认了 不是俄罗斯方面杀死纳瓦尔尼 而是他患有血栓 结果心脏骤停 是自然死亡 这是布达诺夫的说法 现在社交媒体上已经有了他发言的视频 另外布达诺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俄罗斯目前还剩下6架A50预警机 前一段时间有多架A50被乌军击落 俄罗斯将不得不停止昼夜不停的战略值班 也就是说俄罗斯现在6架A50已经不足以支撑在前线 大规模的这种预警 还有一点 布达诺夫他在乌克兰 接受中央情报局培训的事实也被俄罗斯方面公开 俄罗斯联邦总参部军事情报总局公开的信息显示 乌克兰情报们与美国中情局之间的合作从2014年开始 当时美国的机构向乌克兰提供了人道主义援助 以换取俄罗斯的情报 16年左右中情局开始训练乌克兰精锐特种部队 2245部队 编号叫2245部队 以夺取俄罗斯无人机和通讯设备 以便中情局的技术员能够研究并破译加密信息 该部队的一名指挥官就是现任乌克兰安全局长布达诺夫 他现在是乌克兰安全局长 中央情报局还帮助训练了新一代的乌克兰间谍 他们在俄罗斯境内以及整个欧洲活动 另外古巴也发现了乌克兰间谍的活动迹象 两个情报部门之间的关系正变得密切 拜登政府在2020年2月与俄罗斯冲突开始前几周 开始撤离美国人员 中情局的官员目前仍然留在乌克兰 并向乌克兰传递有关俄罗斯的宝贵信息 随着时间的推移 乌克兰情报官员也会对美国变得越来越重要 因为乌克兰的情报官员可以为美国提供莫斯科的绝密情报 随着16年伙伴关系的加深 乌克兰人对华盛顿的无理谨慎变得不耐烦 开始组织暗杀和其他违反美国人最初设定条件的行动 愤怒的华盛顿官员随后威胁要撤回支持 但华盛顿从未撤回 这是现在俄罗斯的报道 布达诺夫这个人我说过 他实际上背后是美国 而且实际上他是参与了对俄罗斯情报的搜集 可以说他现在的讲话实际上是带有目的性的 另外他这个讲话要积极的配合美国的战略 所以现在关于纳瓦尔尼生死这个问题 现在来看布达诺夫这个讲话 很有可能是美国背后受益布达诺夫公开这个消息 现在目的不得而知 大家可以自己分析一下 所以可以说纳瓦尔尼这个事情出现了反转 我一直在告诉所有人 不要以为美国和俄罗斯是直接交战方 美国和俄罗斯不是直接交战方 是乌克兰和俄罗斯是交战方 美国要保证自己的利益 所以不能和俄罗斯翻脸 不能把俄罗斯 让俄罗斯失去和美国之间的互动 把俄罗斯这么强大一个国家 你把它怼到一个墙角 你可以下而知对整个西方世界 对美国是巨大的威胁 俄罗斯又能毁灭美国的能力的 所以我一直在讲 你看很多问题不要按照乌克兰 很多昂主撒克兰媒体给你写的那个角度去看 你要看整个全貌 美国对中国也是 美国和中国是既有合作又斗争 和俄罗斯现在不是交战方 美国没有正式向俄罗斯宣战 台湾媒体 甚至一些港澳媒体还有海外媒体 昂主撒克兰媒体一直说乌克兰和美国联合和俄罗斯作战 其实是乌克兰单独和俄罗斯作战 纳瓦尔尼这个事情前一段时间一直在说俄罗斯方面杀死纳瓦尔尼 甚至美国这个昂主撒克兰媒体一直在准备对俄罗斯进行新的制裁 特别是对普京 那你可以看布达诺夫犯罪的消息 你可以看到现在美国的目的 因为美国先拿俄罗斯一点半 但美国呢也不想把俄罗斯完全推向中国 所以你可以看美国现在对俄罗斯的很多的消息 包括很多的这个政策都在发生变化 那咱们再来看一下现在在顿巴斯地区的这个最新战况 咱们先来看昨天夜间俄军大规模轰炸的情况 昨天俄军对蒂尼伯比罗斯克 哈尔科夫这对蒂尼伯进行大轰炸 还有苏梅都进行了大规模轰炸 规模最大的轰炸是发生在库布扬斯克的地区 25号的莫斯科时间21点27分 蒂尼伯方向发生大轰炸 蒂尼伯是有南方设计局 有它的导弹 还有一些军工厂 所以打击的是蒂尼伯 哈尔科夫和库布扬斯克方向 主要是外国工兵的集中地 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场画面 这是轰炸库布扬斯克 那么现在现场的情况没有公布 很有可能的现场会有大规模的人员伤亡 也是美军 还有北约的一些顾问兵 现在在哈尔科夫前线 可能被俄军大规模的杀伤 另外在哈尔科夫地区还出现了俄军的新型无人机 大弓轰炸 昨天晚间两枚导弹在黑海上空被俄军拦截 库尔斯克地区 卢格什科夫斯基地区 库尔巴基一条煤气管道和电线 乌克兰炮击受损 当地出现了停电 比尔格德地区的谢别金斯基地区 列宁斯基都遭到炮击 两架无人机在该地区上空被击落 估计昨天发射了约100枚炮弹 三名平民受伤 除了在哈尔科夫和蒂伯的大弓轰炸 在阿弗迪耶夫卡方向 俄军也有最新的战斗 现在在阿弗迪耶夫卡方向 俄罗斯武装部队已经控制了拉斯托奇涅 这个画面是昨天乌克兰方面公布的 乌军从拉斯托奇涅撤军的画面 俄军目前在拉斯托奇涅方向已经完全控制 乌军昨天进行了大规模撤离 现在俄军在奥尔格洛夫卡 塞维尔诺耶托年科耶这几个方向 乌军正在建立新的阵地 但是乌克兰媒体 包括乌克兰的军事情报 其实也发布了报告 乌军现在在阿弗迪耶夫卡 他的西部地区想建立防御阵地 阻止俄军会非常困难 因为这个地区的所有阵地 都是临时拼凑的 不像阿弗迪卡是经过了六年以上 接近九年的时间打造的一个新的 非常坚固的阵地 而这个后方的阵地都是 顿巴斯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以后 有的一些是老旧阵地 另外有一些阵地其实是临时 临时搭建的 并不能真正阻止俄军 所以阿弗迪卡方向 现在来看乌军更多的是要 延缓俄军的进攻石头 另外在南部 新米海洛夫卡方向 这个画面是俄军昨晚轰炸哈尔科夫的画面 大家可以看一下画面 那么在新米海洛夫卡方向呢 在库拉乎方向 俄武装部队已经从格尔基夫卡东部击退了乌军 那么在乌达尔方向呢 俄军扩大了在 大诺米海洛夫卡方向的控制 该地区现在这个战斗呢 主要是俄军使用 乌拉干多管火箭弹 大规模的向乌军阵地发射火箭弹 这是现场的画面 所以俄军现在在新米海洛夫卡方向 这个战斗已经开始啊 俄军下一步可能会 在康斯坦尼诺夫卡 在这个方向进行大规模突袭 所以从整体上看呢 俄军现在在南部啊 顿尼茨克南部和顿尼茨克的西部地区 俄军整个推进是非常迅速的 这是今天的关于顿尼茨克 还有南部地区 俄南部地区 新米海洛夫卡方向的最新状况 我未来会持续关注顿尼茨克 后续呢有更多消息